再来关注到的是一年一度的七国集团峰会 将于24号在法国南部滨海小城比亚里茨召开 当地加强安保迎接峰会的召开 不过由于此时正值旅游旺季 当地一些商户担心峰会的召开 会对他们的生意造成冲击 为了确保七国集团峰会的顺利召开 法国政府在比亚里茨部署了超过1.3万名警察 军队方面也将提供支持 此外 法国政府还将使用无人机 保证峰会不会受到可能发生的抗议活动影响 在峰会举办期间 比亚里茨的机场 车站等都将关闭 相关街道将被封锁 当地的主要海滩也将暂停对公众开放 事实上 对于度假圣地比亚里茨 当下正值旅游旺季 但是受到峰会的影响 从20号开始 游客数量开始出现下滑 这是一个混蛋 就是一个大混蛋 我认为这很可恶 我们必须在冬季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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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封会还未正式开幕 抗议之声已经从欧洲多地传出 当地时间22号 在法国城市昂黛一 数千名民众举行集会 抗疫贫富差距拉大 移民政策等问题 并呼吁应对气候变化 而在西班牙小城伊伦 人们用纸箱堆积城墙 并在上面写上口号 呼吁构建更加男女平等的社会 本届峰会将于24号到26号 在比亚里茨召开 分析人士指出 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动 美欧裂痕日益加深的背景下 七国集团这一西方大国俱乐部 面临着内外困局 各方能否在诸如脱欧 数字税等问题上搁置争议 暂时妥协 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甚至有媒体认为 本届峰会可能成为 首次不发布联合公报的 七国集团峰会